弟兄怎么办 今天这个祷告会是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大家都说今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 这年的最后一天 再过一会儿的话到12点以后 就是变成这一周的第一天 这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又是新一年的第一天 有人说这是千年难遇的 哇 真是给我们遇到了 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 我们在一起见证一起来参与 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这个 跨年祷告的优良传统 我记得以前每次 尼牧师带领跨年祷告的时候 我每次的参与都非常地对自己 有一种对来年非常有一种憧憬 都期待着憧憬着 哎呀 来年能够激励我自己 更好地在教会里参与成长 然后也安安地给自己一种 憧憬是这样的 憧憬和憧憬 这是不断地提醒自己 在祖里面好好成长 也要在教会里面体验 与祖同行 经历神赐福的成长与影响 谢谢翁传道这次给我这样的命题作文 只说必须按照这一副所说 四章的这几段经文 分享教会明年的主题 成长和影响 谈到成长和影响呢 我想最近几周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 可能就是世界杯赛 和世界杯上面梅西带领阿根廷 夺得什么世界杯的冠军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梅西 梅西有为什么这么大的影响 不仅是因为他的球技好 而且因为他的人品非常不错 然后非常关键的一点 在梅西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所效法的这一个俱乐部的团队 和他自己所带领的这个国家的团队 对有之间那种相互成全的那种友谊和感情 以及他们之间那个鼻子默契和佩搭呢 往往都会被人给挖出来 成为一个美坛 不断地给提起来 影响力非常大 了解梅西的可能都知道 他进球以后一定是双手指着天 他自称是为了纪念已经去世的外婆 外婆在生前呢 一直是鼓励梅西说你一定可以成功 当然我相信梅西 他举手向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是阿根廷的国家 大多数人都信仰这个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 可能跟信仰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他要把这个 很多球员都这样做的 把这个荣 进球以后把荣耀归给神 他另外一个动作 另外一个动作 大家可能都没有留意到 他另外一个动作就是 骑在队友身上一同庆祝 在后面有一个典故 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经常有贵人给他是成全他 帮助他 其中之一就是在巴西的这个世界冠军小罗 这一张啊 看这个一遍 小罗就是罗拉尔迪尼尔 这个小罗在梅西可以说对他是有点如父如兄的关系 当年梅西在巴萨接到小罗传球 打进迪尼球的时候 兴奋地不知道手放在什么地方放 小罗当时已经拿了世界杯和欧洲冠军 小罗做了一件事情 开拍自己的背 跳上来吧 于是梅西一下子跳上了小罗 背上 从此 这个梅西因为是给小罗发掘了 觉得他很棒 对他是非常好 这个团队当中不断地成全他 然后呢 这个梅西把这个动作 每次进球以后 他尽量都会跳到别的队友的身上 大家如果挖掘梅西的很多的细节 你就会发现他在这个队当中 有这么很好的队友的默契配合 然后他在自己的这个国家队当中 他经常是barbecue烧东西给队友们吃 他扶持大家 跟他有那么好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景态 这是什么样的情怀 四个字 成全 成传 是小罗帮助成全的梅西 梅西帮助成传 成全和成传 无论是在女音场上还是在教会 都是成长与影响的一个秘诀 我想讲的第一点 因为神的成长 神的成全 我们可以不断地成长 我们崇拜的这个三一真神 为什么能够深深地影响 他所造的这个世界 为什么主耶稣 我们在前几个月讲到的时候 我提到了 世界上都有人公开地评价 影响世间历史的前一百个人的第一名 就是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信仰的神 祂是一位成全的神 你看 圣子听从生父的差遣 道成肉身走十字架的路 成全父神的旨意 生父 成全圣子 讲圣子 身为之高 称他为主 还有其他经文 甚至称他为神 圣灵成全圣父和圣子的工作 然后我就看到 希伯来说 既然称这个圣子 他说这个圣灵 不要亵渎什么 属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圣灵 这个救恩 恩典的圣灵 那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主耶稣成就的救恩 其实是 某种程度上讲 以佩搭着这个圣灵 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你看到 三位一体的神 是相互成全的神 所以我们课程看到 这样的神 居然如此地眷顾我们 为什么 今天刚刚 温尝到灵 我们读的一节经文 我们其实就很清楚 说什么 我要成全圣徒 这样的神 竟然是要成全我们 我们把这节经文 我们把这个关键字提出来的 从第七节开始讲 他说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他所赐的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摩斯和教师 为了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刚才大家都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 只等到我们众人 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生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我觉得在中建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三点 直接在旁边就打出来了 第一个 神成全我们 给我们每个人 有个成全的根基 就是每个人都是蒙恩 我为什么把第七节和第十一节 都打出来 因为如果我们只读圣经 只是看比较短的 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 传福音的和摩斯和先知 好像感觉到 如果我不是属于这其中几类的话 好像都是无关似的 No 不是这个样子的 第七节前面讲 我们个人都蒙恩 是什么意思 神给我们在基督里面 重生得救的人 都有恩赐 都有 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 换句话来讲 我们每个人所量的恩赐 可能不一样 但是一定都给我们每个人 有恩赐 因为有恩赐 注定了我们可以发挥恩赐 唯一它使用去发挥影响 如果有人认为别人有恩赐 而自己是没有的话 一定是错的 注意这个地方的第七节 所以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们需要发现 发觉 神给自己的恩赐 我们每个人都有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神成全圣徒 给了我们一个土壤 这个土壤 我简单概括 其实就是基督的圣体 主赐给我们有使徒 有先知 让我们知道教会建立的根基 也是在新约正典形成之前 让我们看见 神如何显明 祂对教会的旨意 主有赐下这个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 他们分别是什么 有传福音恩赐的人 有牧养信徒恩赐的人 有教导圣经恩赐的人 都是与恩赐有关 这些人都在什么地方 都在教会里面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 我们接受教导 接受门训 我们更是在最后提到 在爱当中成长 圣徒如果要被成全 离不开教会这个环境 离不开基督身体这个环境 天生我才神必用 在教会里面 我们各尽其责 互为自体 在基督为一生当中成长 一起让许多人 游离在教会之外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家中 在教会里面 很好的成长 这是第二点 成全的土壤 第三点这个地方 我们也看到 神其实蛮照顾我们的成长 所以祂给我们的成全 是一个渐渐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成圣 指的是一个过程 直到我们你看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 使我们不再做这个小孩子 所以我们需要长大 不被一教之风给摇动 飘来飘去 随上各样的异端 我们你看凡事长尽 年语元首基督 教圣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随着我们的成长 这个成全是一个 不断渐进完成的一个过程 这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 神给我们极大的耐心 期待我们渐渐地成长 我们需要给自己信心 就好像我们中国经常讲的一句话 一年要胜是一年 在主里面一年比一年 更有成长 也一同见证神家的成长 所以讲这三点 有成全的根基 成全的土壤 成全有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是神的一个期待 感谢神的这样成全 我们可以在基督当中 不断地成长 我下面讲第二大点 就是因为信仰成传 我们可以发挥影响 神成全圣徒 带领我们成长 不只是让我们在 内居基督当中独散起身 更是要是在发散到世界上去 发挥影响 如此才能让基督的身体 的教会渐渐增长 所以我们被成全的同时 一定要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影响 让信仰成传 发挥更广更深的影响 那我们对信仰充满了 真是成传要充满了一个憧憬 只是我们每次参加 这个跨年祷告会一定要对来年 有时候重情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憧憬 那如何把这个憧憬 应用在我们基督六家呢 我觉得第一点 就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沉传 横向的一个憧憬 就是因成全 我们是被成全而成长 但是因为我们要成全 我们成长以后 要去成全别人 我们因为神的这个成全 在教会上成长 那我们思想一下 在2023年 我们如何在建立自己的同时 去成全其他人 就好像小罗成全 梅西一样 梅西去成全 他的很多的队友一样 我们能否做三点 我只要提出这个三点 第一个 我们真是要坚持参加 仆人领袖 NLT的这个课程培训 因为这是两年制的 很长时间的这样的培训 装备自己 因为这是一个神 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长 得装备 然后被我们得到成全的这个过程 第二是积极参与其中每个步道中队 在团队中积极配搭福音施工 成全的工作需要团队的分工和协调完成 第三点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 你明年想不想成全一个人 把这个放在我们跨年的祷告当中 你想成全的那个人 尽量把他带到众队当中 让整个教会的资源都成为他的帮助 我相信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 如果被成全 你参与其中 神会把一个无法夺取的喜乐 放在你的心中 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憧憬 然后纵向 我们基督律家是一个非常注重传承的教会 尼牧师和张长老在带领教会的时候 特别注重信仰成传 现在我们这个团队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特别注重在自家教会当中 给年轻一代很多成长的机会 包括我们长子会 凡是神学生过来 我们都极力邀请神学生也参加我们的长子会 哪怕是劣习其中帮助成长 因为是关乎国度 关乎国度的成传 所以我们愿意花代价去成全 我们每个可能的弟兄姊妹 更好的在未来都能够卫生使用 所以无论是带领团队 小组建造还是教会成长 我们都需要关心下一代的这个信仰成传 教会的下一代时空谈到这个NGS 就是关乎教会未来几年的 其实一个关键的时间所在 需要您我的参与 那怎么参与也是三点很现实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如果你的孩子在学龄 那么让他参加到NGS当中 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留记号 什么叫做要培训 什么叫做有回忆 在这三点上面积极地配合教会 帮助你孩子的成长 如果你的孩子不在学龄 已经是长大了 那你可以参与到教会的这个属灵祷告配对嘛 你可以帮助其他有学龄孩子的父母 就是这样的 通过这种方式去承传 关心下一代的成长 然后呢第三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都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在社区带领一个 有孩子的家庭来到教会 积极主动地向他介绍 基督六家有这个NGS 你把孩子带到我们教会 我们是什么样的威信 什么样的stretity 第一 父母尽管放心地过来 教会的这个影响要横向地发展出去 需要我们每个人参与其中 这就是承传和影响的这个纵向 我有这么一个憧憬放在这个地方 好了 把这个就是两点放在一起的话 我们刚才讲既然有这个憧憬 我们希望未来有一个憧憬 这个憧憬呢 其实如果我们要成全别人 一定要负责爱的行动 就好像梅西 它是烧BBQ 亲自是端给每一个队员的 建立这样的关系 你愿意服侍你要成全的对象吗 你愿意付出代价 有爱的行动 成全别人 第二点就是在教会层面 刚才前面讲过了 梅西有一些标志性的动作 它能跳到别人的背上 大家想想看多少年以后 如果人家谈起基督六加 基督六加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动作 有没有啊 有没有 大家能不能记得过 我在这个地方已经写到了 因为我们前面 无论讲的是NGS 还是做的这个NLT 都需要我们自己 很好地能够装备好自己 每个人都要对自己 能够完整地讲一遍福音 让自己的信仰留下一个记号 我们六加要做就做得跟别人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 其实也并不是刻意的不一样 其实是好好地按照神的心意 我们好好地变成一个 宣教使命性教会 要走的这样一个方向 神已经在我们教会 星期三十六篇作品了 所以没有其他任何教会 能够比我们教会更有条件 去传承这一个什么 signature的影响 我们可以去做 我们的NGS需要这个记号 我们NLT也需要这样的记号 好了 作为一个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的憧憬 让我们在这个成全和成传当中 经历神师的2023 让国度的影响更广地辐射出去 好 谢谢大家